我每次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石後未到 蓋那個12億的幫酒廠,才是顧負新竹的期待 不過這樣,一樣,昨天在我們新竹記者會 我說林志堅在今年,我記得過年的時候還到我家去送禮 所以就是說,不要選舉的時候,大家都好像都還很熱絡 但是這樣,事前還是有是非對錯黑白 那個12億的幫酒廠,還是很難解釋 那個官埔國小,還是很難解釋 這個都講不過去 因為我們也是實際執政的人 就是說,你這種一個工程的費用可以增加到好幾倍 這個講不過去 當然有人會替他辯護說,過去幾年營造物價上漲 我跟你講齁,我現在就跟大家先預告 我認為明年齁,台灣很多公共工程會出現一大堆法律救援 為什麼?因為的確沒有錯 如果你用2020年1月當作基準點,一直到現在 大概營造物價上漲20% 所以 因為缺掉 加上通貨膨脹 所以一般來講,公共工程 特別是我們以前 變那個間接工程會 有的少只有10% 了不起15% 但是因為 面對這種 缺工的問題 所以那風險變大 我要跟大家講 在我大概在這半年來 我們每天成為最多的是哪一條 就是說公共工程全部拿回來重新算 就是要追加多少預算 所以這樣齁,如果是追加20%的30% 這個可以接受 因為就符合我們整個 物價調整的指數去調整 可是你那個增加2倍3倍4倍剩下10倍 說不下去,你這個怎麼跟人家解釋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齁 很多東西 是非、對錯、黑白 這還是有一定的標準 所以這樣齁,我認為台灣的選民也是 台灣的人民也是越來越聰明 所以你要替自己的弟子 常常是這樣齁 我每次說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不是不報、死後未報 所以很多東西 後來人家這樣一解釋的時候 除非你真的做到正直誠信 你很難解釋的 我們還是 我們還是希望說台灣的司法是公平的 是一個可以被信賴的 只是老實講齁 我一直覺得 離這個最終目標還是有點距離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都很不願意去批評司法 我們還是希望說台灣有一天的司法 是變成國家的最後一道綁線 所以 既然那些資料都送到遞檢署 就給法律來處理 就這樣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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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